昨天雨下了好大 今天好像又不太一样了 赶快把时间交给淑莉 好的 佳如 各位观众朋友 没错 这天气变变变 这个雨啊 过了耶 现在就是花莲台东雨比较大而已 那么现在西半部地区 你看 九份啊 雨过天晴咯 清晨的九份其实啊 真的也是美啊 所以呢 到底接下来天气变化如何 还会下雨吗 来 我们赶紧来看看啦 今天三月十二号礼拜二啊 一开始呢 就先来看雨吧 从雨量累积图 还有雷达回波图 怎么出现牛排啊 哇 好棒哦 是不是知道鼠里也肚子饿了 好啦 我们先来看看 从这个雨量累积图啊 我们可以看到啊 事实上从凌晨零点到现在来说的话 累积的雨量啊 其实中部以北到花莲啊 雨比较明显啊 其他地方你看一点一点的 都零零星星 那么最主要就是啊 这个雨差不多下到啊 半夜两三点的时候 其实雨带过了 就趋缓下来了 累积雨量来看的话呢 其实啊 比较多的地方在哪呢 比较多的地方 一个啊 在桃园的 这个桃园复兴啊 这边呢 累积了十毫米 另外呢 在台东成功 因为啊 清晨雨又比较大 目前呢 已经累积了二十一毫米 我们就从啊 这个雷达回波图当中 您就可以看到 那么为什么花莲跟台东 现在雨比较大呢 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 它们刚好就在封面的尾巴 所以呢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目前的雨啊 都是要在呢 花莲跟台东 以及呢 恒春半岛这一带 以现在的水雨量来说的话 花莲的秀林有五毫米 那么呢 另外满洲这一边啊 也有五毫米 问如何啦 我们提醒 因为现在从花莲 台东岛 恒春半岛 现在呢 局部都是有大雨的 也提醒呢 熊青要多注意咯 整体的天气变化 我们就从卫星云图 要带大家一块来看看了 那天气上来说 昨天 还好哦 有准啊 不然呢 又要被念了 昨天呢 这封面啊 就在中午左右 封在台湾上头 台湾附近行程 一行程封面一通过 所以啊 昨天中午过后 啪啊 其实呢 整个中部以北 东半部地区 降雨啊 都还蛮明显的 南部地区局部 也是有下到一些雨 那么今天来看 因为封面啊 已经呢 逐渐要远离脱开了 所以呢 今天的天气 东半部云还是多 西半部来看的话 今天啊 阳光都可以露点 只不过咯 现在啊 在金门这边 还有一些浓雾的状况 那么也提醒 这个金门 往来的航班 就要特别留意了 今天就好 会如何呢 我们从雨区预报呢 您就可以看得很清楚啦 有没有 跟昨天差很多吧 今天啊 其实呢 就算有雨 就是花莲台东 恒春半岛 局部还有一些呢 零星降雨 那么呢 到了晚上 你看全部空 主要呢 是因为这封面一过 后面啊 是有冷空气要下来的 而且这个冷空气 也是干冷的冷空气 所以当然就不会下雨了 那么透过地面天气图呢 我们要提醒几件事哦 第一件事情就是啊 因为昨天下雨 所以中部以北啊 普遍上都是湿湿凉凉 南部地区昨天啊 其实呢 就比较偏暖一点点 因为昨天屏东春日 还有29.8 台北昨天呢 是19.9 今天阳光出现之后 当然各地呢 就会回温 只不过咯 哎 注意了 因为呢 天气啊 变干冷 所以呢 这冷气团的冷空气啊 今天晚上就会让中部以北 尤其北台湾 非常的有感 中南部来说 一觉睡醒 也会变得很寒冷 因为呢 再加上辐射冷却的关系 所以啊 明天清晨的低温 大家要特别注意 那么呢 另外今天要注意的就是呢 因为啊 这个冷空气南下 会带下来境外污染物 所以呢 我们先来看看环境部的空气品质 预报上来说的话呢 尤其在桃园跟桃园以北 台中一直到屏东 今天午后啊 注意咯 空气品质会变不好哦 主要一个是境外污染物 再来就是呢 午后光化作用 臭氧浓度会变高 那么因此也提醒观众朋友 午后出去外出的话 恐怕口罩戴着会比较好 当然未来这几天的天气变化来说 春天变变变变 接下来到底怎么变 我们就从呢 未来这几天啊 这天气温度曲线图 我们可以带大家一块来看 乍看之下温度曲线 好像没有变化太多 但熟例最主要是要提醒了 从今天到明天这一段时间 你可以看到受到啊 这个冷空气的影响 那么呢 北部啊 在明天清晨的低温来说的话 注意咯 台北就会降到13度 沿海空旷地区 甚至11到12度 那么所以呢 明天清晨跟后天清晨 你可以看到 其实北部只有11到13度左右哦 高温的部分因为五一桃 所以呢 白天一回都可以回到 22到24度之间 那么预计礼拜四到礼拜六 华南水汽会移进来 不过中层的水汽 所以主要下雨啊 就是山区比较明显 平地来说 云多为主 偶尔零星飘雨 真正变化大 就要到礼拜天跟礼拜一 变化比较大 中部地区来看的话 也是这样的趋势 而且呢 中部地区啊 平地几乎下不到雨 有时候阳光都还会露脸 但是要注意了 明后两天啊 中部地区的低温 也是下滩12到14度左右 日夜温差几乎啊 都在12度以上哦 那么呢 至于南部地区 当然了 也更要注意 云多为以为不会冷啊 其实呢 今天到明天 你看看南部地区的低温 也是会下滩16到17度左右的哦 高温一上去之后 你可以看到 几乎啊 几乎啊都有将近呢 都会有些短暂雨的 好啦 天气 春天天气变变变 好啦 问如何来到我们的美好世界 就让大家开心一下 今天大家要仔细看 今天的鸟世界 这一只鸟好特别哦 而且呢 它是在台湾非常非常难得一见的鸟 这一次睽违了八年又再度献中 所以呢 吸引了鸟界的鸟友们大家抢拍 这一只鸟真的很特别 刚刚有没有看到嘴巴弯弯的 事实上它是吃花蜜的鸟 而且它的羽毛 你看 哇 这样子五彩冰针 有没有 好漂亮哦 假如说它仿佛啊 就在花丛中 好像也是一朵花 这一只鸟就叫 蓝猴太阳鸟 再让大家长知识一下 非常谢谢来自于桃园的慧禅 陈慧禅 为我们拍摄下这 如此难得一见 有如此美丽的鸟儿 再和时间交换给家如啦 嗨 观众朋友 大家早安啊 春天天气多变化 大家体会到 体验到了吗 哇 昨天啊还好 真的是好险你知道吗 这春天的天气说变就变啊 有时候呢 已经变了 预报都没有预报到啊 那么昨天好险其实呢 有预报到大家有感受到 中午过后果然封面一形成 一通过 哇 这个雨啪就下下来了 当然了 比较明显就是呢 在这个云甲以北啊 哇 这个雨这样下着下着下着 也下到半夜去了哦 但是呢 今天一大早 你看看 这里是哪里 大家有没有觉得很陌生 因为呢 即使影像 我们很少来到这个地方 这里刚刚啊 已经看到阳光了 有没有 这里就是金门 不过呢 金门现在倒是有一些雾的现象哦 所以呢 到底啊 接下来天气如何 我们呢 就赶快呢 带大家一块来看看 待会要出门上班上课 观众朋友 说得赶快先叫大家 踢层楼 好了 赶快来看看今天三月十二号 今天是礼拜二 一开始呢 先从目前温度 带大家一块来掌握 那么现在外头各地的天气状况 跟温度如何 那么您可以看到啊 下了一整天 昨天啊 从这个中午过后下了到一整晚啊 目前雨倒是停了哦 而且呢 现在很多地方啊 其实呢 已经透光了 像是金门啊 阳光都出来露脸了 但是呢 北部啊 现在云还是多的 那么呢 温度上今天清晨的最低温 哦 一个呢 自动测站出现 是在桃园的杨梅 杨梅啊 今天清晨最低温来到了十二点五度 那么人工测站则是在淡水啊 来到了十三点一度 就现在呢 各个区域的温度呢 您可以看到在台北现在呢 十五度 雨呢 是已经停了 有些地方啊 云层比较薄一点 那么呢 中部地区啊 现在呢 也不下雨了 现在呢 天气也恢复了稳定 温度现在十六度 再往南走 咱们可以高雄 高雄现在几岛 高雄现在是十八岛 而且呢 天空状况还比中部以北还要晴朗呢 那么东半部的花莲现在倒是有在下雨哦 现在呢 花莲是十八度 整个离岛地区来说 马祖啊 这边呢 是大晴天 那么呢 金门啊 现在倒是啊 有一些呢 浓雾的现象 那么澎湖天气也稳定 这个马祖现在还是很冷 十度 金门十二度 澎湖啊 十七度 倒是呢 在清晨这一段时间啊 因为受到一些低云的影响 马祖跟金门能见度啊 是不足两百公尺 不过呢 看起来 现在其实能见度 有逐渐在回升的现象 其实还是提醒啊 因为清晨毕竟呢 这能见度还是不足 现在逐渐回升 但是航班的讯息如果一大早要搭机 那么呢 旅客就要多注意航班讯息咯 降雨的部分啊 真的是明显缓和下来了 我们赶紧呢 从雨量累积图跟雷达回波图 带您一块来看看 从零层零点到现代来说 你从雨量累积图啊 可以看到 整个中部以北到东部地区 其实啊 都是呢 有点乐好耶 尤其呢 是在北部 还有呢 在这个山区 甚至花点这边下得比较多一些些 那么呢 以累积雨量来看的话呢 我们可以看到 在桃园的复兴啊 是十毫米 时定呢 是九毫米 就现在雨是停歇下来 因为差不多呢 半夜两三点钟之后 整个雨带啊 就已经脱开了 现在其实呢 有在下雨的就是封面 尾巴 一些残留的水池都是呢 卡在东半部地区 也就是在沿海的地方 所以现在呢 有在下雨 时雨量来看 在花莲的寿风呢 有四毫米 那么呢 台东成功这边呢 则是有三毫米 所以呢 我们也特别提醒了 在这个东半部 像是花莲 还有台东 这个雨啊 也有一点大哦 所以呢 还是提醒花东地区 观众朋友 还是要多注意了 那么呢 整体的天气变化 从卫星云图 我们带大家一块来看看 首先呢 你可以看到这封面 封面呢 在昨天啊 中午台湾附近台湾上头行程 那么呢 经过一个下午跟一个晚上 现在呢 已经过了 差不多呢 就在呢 这个花东地区附近的海面上 因此呢 就今天来说 封面一过 冷气团 冷空气 今天就准备要南下 倒是呢 目前啊 整个水池啊 是偏少的 因为封面过 水池也趋缓了 再加上啊 这一波的冷空气 就算下来 也是属于干冷的冷空气 那么因此就今天来说 西半部地区 哎 其实阳光都有露点的机会 东半部云会比较多 局部呢 会有一些零星下雨 因此从雨区预报 我们也提醒了 就今天的雨跟昨天的雨 有没有 差很多 今天呢 大概就是呢 在花东地区到恒春半岛 局部有一些零星降雨而已 晚上的水池当然就更少了 那么另外呢 地面天气图 我们也提醒大家 因为呢 这冷空气啊 哎 逐渐的难下 所以呢 今天来看的话 到了晚上的时候 其实呢 北台湾就会觉得 很凉冷了 那么中南部来看的话 事实上呢 从明天开始 也要注意 整个日夜温差会很大 预计呢 在明天清晨的时候啊 北部地区台北低温就有机会 下探13度左右 中南部啊 明天清晨 也会有14到17度左右的低温 最主要就是因为辐射冷却效应影响 因此呢 尤其冷 寒冷的感觉 就会呢 冷在早晚 尤其呢 在这两天会特别的明显 白天太阳出来之后 温度就会回升 也就是树立常说的 有去头跟没去头差很多 那么另外要特别提醒就是呢 因为这一波冷空气啊 也会带下来境外污染物 所以呢 环境部的空气品质预报当中 我们还是特别提醒啦 虽然现在空气品质啊 各地都还不错 可是呢 预计今天中午过后 包括了像是呢 北部地区 尤其是在呢 桃园 以北 还有就是呢 整个中部 以南的部分 一个是境外污染物 另外呢 是午后光化作用 所产生的臭氧浓度也会偏高 那么这一点在午后就麻烦大家 记得外出做好自我的防护咯 以今天的高温部分 我们也带大家愉快来看看 北部地区啊 今天白天的高温 预计呢 是18到23度 那么呢 大台北地区啊 昨天的温度才是9.9度 今天预计就可以来到 21 22度左右的高温 那么中部地区24到26 南部的话24到27 东半部则是在21到22度之间 因此最后的梳理要提醒大家注意哦 还有我们出门的观众朋友 更看过来 这几天啊 尤其在早上晚上 是寒冷的 所以呢 这个温差很大 那么加州连长者 心血管疾病还有小朋友 当然就要多注意了 那么呢 尤其在中南部 温差是非常大的哦 尤其都会将近呢 有11到13度左右 这衣服的增减就要多注意了 午后空气品质不好 大家记得口罩要戴哦 时间交给主播